好 我们做一个开始的祷告 宣讲天国的福音 又医治各样的病症 最后主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 走上了十字架的道路 主耶稣受了鞭伤 我们得到医治 主耶稣受了刑罚 我们得到平安 若不是主耶稣愿意为我们的罪带死 我们仍旧活在罪恶过犯的里面 我们成都灭亡 我们没有指望 在这个地上我们被魔鬼来捆绑 哦 主啊 谢谢祢对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主耶稣的代史成为我们的赎罪季 如今我们信耶稣的人罪得赦免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我们的主耶稣死了三天 从死里复活 现今在父神的右边 为我们祈求 主耶稣将要从天降临 来审判活人死人 我们在地上来活着的 我们这一生要为主而出而活 愿圣灵继续在这个时刻做带领的工作 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 也同时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 我们心中眼睛被打开的时候 我们就有这个能力来明白启示录里面的真理 我们知道这些的意愿要成就 也要成就在我们这个时代 感谢主 师父我们以下一起的学习 愿你的名德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你的建立 感谢主 奉主耶稣至高的圣名祷告地 Amen Amen 感谢主 感谢主 OK 等一下会放一个视频 那放视频之前 我也谢谢今天负责那个诗歌 其实诗歌是我选的 所以你们会看到 哇 怎么好像不会唱 我是选那两首诗歌是配合启示录第四第五章的 所以你们不太会唱不好意思 谢谢负责诗歌的弟兄他让我可以放这两首诗歌 谢谢 现在是放一个视频启示录第四章 因为启示录有一些东西有点抽象的 但是都是真实的 所以启示录第四章是带我们看到天上的事情 可能你会看到你会很惊讶 那这个是英文的 所以当它放的时候 这关那个声音关小小 因为它有点音乐的 但是我要用中文来把它讲出来 第一个是 启示录第四章 和阿仙第四章的视频 此后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必成的事只是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正有一个宝座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坐在宝座上 看那坐着的好像碧玉和红宝石 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 旗上坐着24位长老 身穿白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有闪电 声音 雷空 从宝座中发出 又有七炸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 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 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宝座中 和宝座周围 有四个火物 前后遍体都满了眼睛 第一个火物 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犊 第三个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个火物 各有六个翅膀 遍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昼夜不住的说 圣灾圣灾圣灾 主神是 昔灾今灾以后 永灾的全能者 每逢世活物 将荣耀尊贵感谢 归给那坐在宝座上 活到永永远远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坐在宝座的前面 祝福在宝座前 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有吧 他们就说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你是佩得荣耀尊贵权柄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而被创造的 刚才是启示录第四章 现在我们再看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启示录第五章 我看见 座宝座的右手中有书卷 里外都写着字 用清印封颜了 我又看见一位大力的天使 大声宣传说 有谁配展开那书卷 借开那清印尼 在天上地上地底下 没有人能展开那书卷 因为没有配展开 观看 配观看那书卷 我就哭了 长老中有一位对我说 不要哭 不要哭 看啊 犹大之派中的狮子 大卫的根 他已得胜 能已展开那书卷 借开那清印 我又看见宝座 与四活物 并长老之中 有羔羊站立 像是被杀过的 有七角七眼 就是神的七灵 奉差遣 往土天下去 在羔羔羊前来 从宝座的右手 拿了书卷 他既拿了书卷 四活物 而二十四位长老 就俯伏在羔羊面前 各拿着琴 和秤满了香的金炉 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祈祷 他们唱新歌说 你配的书卷 配揭开其印 因为你曾被杀 用资子的血 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 买的人来 叫他们归与神 又叫他们成为国民 祭司归与神 在地上执掌王权 我要看见且听见 宝座如活物并长老的周围 有许多天使的声音 他们的数目有千千万万 大声说 成毕萨的羔羊 是配得全并 丰富 智慧 能力 尊贵 荣耀 颂赞的 我又看见 在听见 在天上 地上 地底下 沧海里 和天地间 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 但愿 宋赞 尊贵 荣耀 全世 都归给座宝座和羔羊 直到永永远远 是活物就说 Amen 众长老又福福 敬拜 有圣耀 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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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看那个trailer 那个预告片 预告片不久后就会上瘾的 对不对 感谢主 前两个礼拜我提过 我在2019年1月份 我就蒙神的呼召 特别讲启示录 因为我自己本身 已经在神学院做老师 做了14年 我是教圣经的 我很喜欢教圣经的 从创世纪可以教到启示录 那一年的时候 2011年 我当时 我已经卸下神学院的职位 圣灵就感动我 1月份 我记得很清楚 1月份 我要你教整本启示录 然后要慢慢地教 我要你用灵修的方式 来领受这个启示录 所以灵修的方式 意思就是你读 你默想 你背诵 你祷告 然后领受信息 那我是 上帝叫我不要用参考书 因为你一用参考书 你就乱了 因为参考书 很多 很多的解禁 所以我就没有看 偶尔会去看一下 但是基本上 我是没有用的 那上帝就感动我的心 我特别读到 第一章第三节 我过去读来读去 我自己好像明白 又不明白 你说明白我还是有一点明白 你说不明白我真的不明白 他说念这书上预言 听见又遵守的有福了 因为日期尽了 念这书上预言 这书上预言 他告诉我说 这书上 其实这些都是预言 预言的意思就是上帝 一先讲 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叫预言 他说你念了之后 你要去遵守 怎么遵守预言 这个我就有点奇怪 因为你说 你们要披尺相爱 主要说你要遵守 披尺相爱 容易披尺相爱 你要遵守 这个大使命 去传福音 我去传福音 容易就吗 预言 怎么样遵守 后来圣灵就慢慢教导我 他说你要对号入座 因为这个预言 总是会在一个时代发生 对吗 他永远不会发生 是什么时代 圣灵就给我慢慢看到 他说是在我们的时代要发生 我就开始 是吗 他说你要对号入座 你读启示的时候 你不是读了 就好像跟他没有什么相关 因为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我上帝说 不 你要开始对号入座 OK 我说对号入座 我在读的时候 上帝就给我看到 启示录是一卷 一张一张音乐的 好像一个GPS这样 就是一张音乐 到第二张 第三张 第四 第五张 一个一个音乐就要寻找到 最后音乐的是二张 GPS 后来我就慢慢去研究 那GPS总是有起点 对吗 那我就问 那我现在在哪里 所以我给你看那个启示录的时候 还记得 这个有个导航 我就给你看 我这个两个礼拜前有给你看过 启示录第一章 圣经说 耶稣站在七个金灯台中间 七个金灯台 我现在给你讲一下 金灯台 耶稣站在金灯台中间 代表他要带领以色列 金灯台同时也是教会 代表教会 他站在中间就要带领教会 还有带领以色列 要开始进入这个末期的征战 意思就是说 现在启动 这个末期的征战 现在启动 这个启示录第一章 那我就祷告 我说上帝怎么知道第一章已经因缘了 后来在2019年9月29号 我当时有这样的感动 我知道已经因缘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样去应对 为什么是2019年9月29号呢 你知道吗 2019年9月29号发生一件事情 可能很不知道 其实我也不知道 后来圣灵就带领我去明白 2019年9月29号 那一天是星期日 星期日 OK 那一天是星期日 那一天也是教会 纪念天使的功劳 意思是说天使日 有听过天使日吗 我没有听过 复兴节 怎么解决 天使日 有没有听过 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 你去看查 有 其实天主教还在庆祝 我们基督教比较少 天主教很多 接下来 那一天呢 9月29号是 以色列人日历里面的号角节 就是新年 他们的新年 就在你看那个 7月1号 他们节 不是阳日 是以色列人日历 7月1号 他们叫新年 那个新年也叫做 号角节 号角节 落在 通常号角节不一定落在星期天的 然后 这个 这个 纪念天使的 也不一定落在 星期天的 他可以 星期四 但是一定是在29号 9月29号是叫天使节 那一天的天使节 刚好又是主日 那一天的天使节 刚好又是 以色列人的 号角节 OK 听清楚 三个 三个事件落在同一天 你看启示录第一章 耶稣 耶汉 你看 打开 你可以看 大概第一章 你看 打开看第一章 应该是第九节开始 耶汉就看到 听到 当主日 主日吗 主日是什么日 就是星期日 主日 那个就是星期日 当主日 我被圣灵感动 听见有一个 好像吹号的声音 对我说 那个吹号的声音 是谁 是耶稣 对吧 是三节到十六节 原来那个吹号的声音 他转过身来看 有一个人站在金灵塔中间 就是看到 那个耶稣 耶稣 好像用吹号的 吹号角的声音 来向 这个 约翰讲话 请问需要用号角吗 他在他后面罢了 现在 我现在说 廖师母 廖师母 你没有把我练杀 为什么要当大声 廖师母 他就听到 他用吹号 吹号意思说 好像吹号 好像这个号角 是可以几公里 都听得到的 哇 一看说 我吹有耳聋啊 你这么用吹号声响 来跟我讲 为什么会吹号呢 因为以色列人的节期里面 一共有七个 只有号角节那一天 才可以吹号角 其他的五旬节 什么熟记日 没有吹号角的 所以那一天 应该是哪一天 听到号角的声音 哪一天 那一天 就是以色列人的七月一号 你才听得到的 他们不会随便吹号角的 他们的节期 只有号角节 才吹号角 其他的特殊的情况 他们可能要吹 但是规定他们吹的是 七月一号 规定的 OK 所以耶稣 吹号角 耶稣是在星期天 讲话对吗 那个是主日嘛 然后你看 耶稣手里拿着气心 那个气心代表什么 七个 七个教会也同时代表 气心也是七个天使 对吗 气心 心 心 气心 为什么是气心 不是八心 不是六心 不是九心 为什么要叫气 我就讲了气 就代表所有 它就代表所有 所以那一天 9月29号是 庆祝的天使节 三个节期 这种的情况里 你大概会在几百年后 才碰到一次 有一个弟兄 跟我找过 他说应该大概 两百多年前 曾经发生过 也是这样 三天 一天里面 这三个节词 落在同一天 因为通常 这种是罕见的 几百年才一次的 所以你看第一章 所以上帝说 已经应愿了 他说我给你看 第一章 耶稣出现的那一个日期 时间点 我不知道的 其实我知道是 我当时我就祷告 我就跟师母讲 师母 启示录第一章 应验了 但是我又不知道 我又不知道 怎样去找 经文来应对 然后我 我那个时候 叫启示录 另外一个弟兄 他也问我 师母 是为什么你这样 确定 现在已经 那个时候九月 大概九月份 我还有我的录音 我可以给你看 我的录音 如果你要找的话 我录音那个九月多的时候 九月多 真的九月份 那个时候 后来神的灵 我就有一天在写东西 我其实不是要去写这个东西的 我写 我就要写一些东西 后来写 我发现 写到最后的时候 刚好 这么我 我从开始要写的东西 结果是不是 我要写的东西 我就觉得好像有神的灵 好像在拉着我的手 这样来写 我有那个文章 我要去找出来 有一个文章 是关于这个的 后来神的 就是九月二十九号 哇 我就很兴奋 有起点了 这样到启示录 就可以跑了 对吗 你明白我的意思 因为GPS现在有起点 然后终点就在二十二章 没有起点 我怎么知道 怎样应验 那个时候我已经读完 整本启示录了 我就看到 但是我就问上帝 起点在 那个时候九月份 大概我已经 其实我已经交了第二轮了 我第一轮在五月份就交完了 我再次交第二轮的时候 我就看 上帝就带领我到这一章里面 所以为什么接下去呢 COVID-19 2020 爆发 第二代第三章 第二第三章 是七间教会 所以就告诉我们 家教会 就是主流的教会 所以还记得吗 你在这三年的疫情里面 是不是都是在 所谓的家机会 对吗 对了在线上 其实我当时一直鼓励在家机会 我已经告诉他们的方法 但是很多人 当时我在我的起诉教的时候 我就告诉他们 我说 你要这样做 教会 OK 比方说 你有五十个人 在教会 你组成五个小组 然后每一个小组 在家 只许可十个人 十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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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 礼拜天 去这个家 就是附近 他们一定有附近 去那个家 你不管 有什么规条 不可以去人家 很多时候你假假遵守 但是你又去餐馆吃东西 你明白我的意思 很多人就是讲 找借口吧 你就去五个 比方说 A 执事的家 有十个人 B 执事的家 有十个人 C 执事有家 十个人可以吗 也不会太多 只要你来的时候 你是健康 你告诉我 如果有伤风感冒 就不要去 健康的人才来 这样全部加起来 然后教会呢 教会可以 多少人聚会 政府规定 如果你有这样大的聚会 他要你聚会吗 可以吗 不可以对吗 如果在这边聚会 有十个人可以吗 这个地方用十个人 做聚会可以吗 可以吗 政府会干扰你吗 应该不会 这样多就干扰 对不对 十个可以吗 可以 所以你就十个人 有五个人敬拜 五个人在下面 我们就现场直播 每一个家都connect到过来 对吗 他们也在线上 不过线上 在一个人家 十个人去 请问你去人的家 你是穿睡衣去吗 你在现场聚会 你是不是穿睡衣聚会 老实一点 每个人都知道 哇 十点 九点 五十五 快 刷一个牙架 看一下 开住 然后蒙住那个video 对吗 你到底在那边做什么 我不要吃早餐 孩子在那边上厕所 洗澡 我也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我已经告诉教会 要走这样的 牧养 每一个家都要做牧养工作 但是多少人听 我感谢主 台湾有一间教会 我听说他们 一有整千人的教会 后来化整为零 就传播变成小组牧养 后来过了几个话 好像一个年后 增加一千八百人 在疫情的时候 增长差不多一倍 哇 你看到吗 所以神已经开始 用这个家的方式 疫情的时候 至于 我已经告诉他们策略 怎么做 但是很多人 没有去 都希望回到 因为他们没有启示录 我说启示录 第二章 全部家教会 这些不是 放在那边 第二章 第三章 七间都是家教会吧 在从第一世纪 到第三世纪 全部都是 罗马帝国里面 没有一间是大教会的 什么小教会的 都家里面聚会的 但是家里面的聚会 所以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你要预备心 这个疫情 只是热身 接下来的疫情 肯定比COVID 凶几倍 你听清楚 我不是讲爽的 讲笑的 没有笑话 你要预备心 未来几年当中 你要预备 以COVID 更凶猛的 这个病毒要出现 为什么我可以知道 因为在 启示录第六章的时候 在那一段时间 疫苑发生的时候 全世界人口 四分之一 会在那一段时间死亡 如果现在八十亿的话 那一段时间 我不晓得多少年 可能三两年 三两年内 有二十亿的人口死 不是几百万 不是几千万 是二十亿 你如果不信我 你去看几次路 第六章 所以你看到吗 这个导航 家 因为我们预备心下去 等下我们会看多一点 所以家教会 家教会通常是 我们叫做 现在家教会 是信旺的教会 我现在是 其实我们是参加家教会 我们参加一个 白人的家教会 我师母今天 我们就去家教会 十几个人罢了的 我们都是很热心 传福音 在一边做了门徒的 在纽约很多家教会 很多家教会 所以家教会成为主流 那为什么呢 因为主要复兴 第四第五章 第四第五章 所以第四第五章呢 就是在未来 你预测三到五年内 你注意听我讲 这个三到五年内 会教会呢 会越来越复兴 会越来 我们讲 越来越兴旺 未来三到五年 信不信 你注意 你三年后 你再回顾 廖牧师讲的东西 是不是比现在更复兴 我guarantee你 越来越复兴 为什么呢 因为等一下我们会看 启示录第四章 启示录第四章就告诉我们 教会怎么样复兴 他就给我们那个原因 然后我们就照做 你就根据那个导航去做 就好像你从这个地方 要到佛里达州 每一个地方 你要经过的地方 你都跟着那个导航这样走 这样的话 你就对号入座 你对号入座 这样的话 你就根据神的话 遵守这一言 念这书上一言 听见又遵守的人有福了 因为日期尽了 OK 好 所以我就是给你看这个 这个大家一起的敬拜 然后接下去 六到十八章有三轮的 敬拜 然后大灾难 三轮 不是一轮 你大概人家讲第三世界 第三世界的时候 那已经有人估计了 2027年是第三世界大战 这是你在媒体里面看到的议员 不是我讲的议员 媒体里面有人有报导 包括美国军方 讲 2027 有人已经议员说 2027会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 这个根据我自己的 这个启示录的 很相似 大概会 可能五六年 六七年后 这个事情 因为那个启示录第六章会来 它会应验 那个是很可怕 所以你就知道 你现在知道会发生 你就现在准备 未以筹谋 教会 所以我们感谢主 我们有圣经给我们做 我们不需要听十四评论员 去那边讲 他们讲是他们的事 但是 我们的是最准的 他们是可能就听说 预测 他们只能够预测 但是我们的是神的话 这个是预言 神的预言一定要成功 只是我们去解读的时候 要慢慢去求神 给我们智慧去解得清楚 这预言都是神的话来的 我不是在那边 我讲的东西 不是我想出来梦出来的 这个圣经里面就讲了 我跟你教的是圣经来的 不是我自己写出来的 所以感谢主 我们基督徒就有GPS 没有新的人 没有GPS 他们不知道 害怕 紧张 他活在恐惧里面 我们不用恐惧 不用怕 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要面对困难 但是我们已经未愁 准备好 怎么样度过那个困难 很清楚讲的 所以这些灾难 然后之后 你看到十九章 耶稣就从天降临了 然后有高原的宴席 然后有在地上 中外千年 然后有审判 然后就进入 青天青心 就杀人了 看到吗 很清楚 这个导航 所以刚才我跟你讲 第一章已经阴影了 我们正在走第二第三章 所以三年里面 相信神已经 无论是透过 这个线上聚会 我就希望 线上聚会里面 就是小组在线上聚会 所谓小组 就是刚才讲的 这样的话 我们就彼此有那种 分享沟通 你来一个家 大概五个人 八个人 大家都穿 就不会担心 哎呀你开你的视频 怎么会开 因为大家都彼此监督 明白我的意思 没有一个人 是一个人在线上的 我们不许可 这种家教会 就不许可一个人家教会 你在的地方 一定是小组在 我们就另起来 听得懂 这些都明白 五个点 就另我们这个母的这边 这边有牧师讲到 另外那边 四个小组都听到 什么道德 他们自己讨论 他们不是在线上讨论 他们是在自己 小组里面讨论 有一个代表讲出来 所以只有五个小组的 线上connection 但是五个小组里面 有五十个人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你要听得懂 这个方式 我已经讲了 我告诉教会 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教会就在那边看 在等着疫情过 我说疫情是不会过的 我们要活在疫情中 我就跟他们讲了 现在是活在疫情中 现在很多人还做COVID 包括我未来的媳妇 前几天还做COVID 你说COVID走了 没有啊 他还在我们中间 跑来跑去 所以这个给你看 这些都是看过的 一张 你看到 耶稣 耶稣都全副军装 看到没有 我们要教会 耶稣这个装扮 不是全副军装 是啊 第一张给我们看到 全副军装的耶稣 借助祂的圣灵 正在接近祂的教会 带领祂的教会 进入这个墨西的 属灵战 所以这个Final 这个墨西的 耶稣是导演 耶稣是教练 而且已经知道 绝技已经赢了 你知道你的绝技赢 但是那个过程中间 还是有很多挣扎的 我感谢主 这些都是给你看得到的 那我们在上一次 有提到 那个第二第三章 对不对 第二第三章 我已经讲了 我是希望你听得懂 为什么 以福所教会 收到启示录的时候 他必须又要知道 其他六间教会呢 你就要问这个问题 因为这个 启示录写作的方式 是一个书信来的 他用书信的格式 像好像以福所书 像菲利比书 加拉泰书 他的格式是一模一样 他以 换句话说 虽然里面充满着意愿 但是他的写作方式 是书信的方式 所以书信的方式 意思就是通常都是给 以福所教会 就以福所教会的拿来看 你没有看到 以福所书里面 还有格罗西教会 还有菲利比教会 还有跳跃教会 在里面 一大堆 有吗 没有啊 那为什么在启示录会有的 你就要问 比方说我是以福所教会的 我拿到这个以福所书 我拿到启示录 我看 以福所书 我们实际上 我们要悔改 对 那干嘛我要知道老底家 那干嘛要知道沙迪教会 问我什么事 关于事啊 末期的教会 就是大家关于大家的事 为什么是七间 因为包括所有 为什么不选六间 不选八间 不选九 不选十 我上个礼拜讲了 在那个地区里面 很多教会 可能二三十人教会 为什么选七间罢了 七就代表所有 所以我看到 你看接下去 第二第三章 告诉大家 要知道大家的事 所以我现在呢 我就去所有的教会 我去所有语言的教会 什么语言 我现在去有 韩国人 日本人都有的 西班牙的都有的 华人的 英文的都有的 我现在是 我这个牧师 不是卖给华人教会 我的牧师卖给 全世界所有语言的教会 只要神猜我去 我就去 我不管他什么语言 我就是属于大家的 我是属于 所以又有一个观念 我们就 我就鼓励大家 可能你不能关心到 很远的教会 至少你关心几间教会 他要你知道他的问题 不是要你去他批评 你就看到 老底家教会 哇 这个懒惰 这个教会 这个士气起出来 这个教会不冷不热 去嘲笑他 去讽刺他 不是 你知道别的教会的问题的时候 你是用祷告的心 拖住他 所以你要知道 你教会要悔改 同时你要知道 其他教会 我们是看到他的问题所在 我们为他的问题 求上帝来帮助 这样的话 我们就大家会一起走在 合一的道路上 所以接下去第四第五章 每一个教会 七间教会都知道 七到二十二章 所有的事情 每个教会都有得看 意思就是说 我们大家一起走在一起 七间教会 所有的教会走在一起 我们大家要心连心 全世的教会要心连心 要一起走在一起 然后一起朝向第四章 朝向第五章 然后朝向第六章 所以我现在每天祷告 我整个世界地图在我头上了 我的脑袋是一个世界地图的 我就开始祷告 美国祷告 加拿大 美洲中美洲 然后祷告上帝会突出一些东西出给我 美国祷告 你要为特别这几个祷告 因为这几个 我每次祷告的时候是一种 把整个世界教会联合起来的 在我脑袋里面 我每一天就在为全世界的基督徒祷告 而且是相当细的 我是花几个小时祷告的 我不是花一两分钟这样祷告过去 没有的 我是很详细 一个一个这样去 这样一个走 为什么我会这样做 因为我看到启示录第二第三章 我们是一起走 我关心亚洲的教会 我关心非洲的教会 因为我们要一起走 我们要一起走 当第六章来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笑 因为我们是一体的 一个身体吗 不是两个身体 耶稣一个身体 一个头一个身体吗 我们都是在耶稣身体里面 另外纽约有几百间教会 也是属于一个身体 也是我们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就说我们要走在一起 一起走 一起走 感谢主 是很精彩的 所以我现在 为什么这样得空 全世界跑 因为上帝叫我要灌输 这一个一体 我们都是在耶稣基督里的 不管你是来自什么背景 我上次有讲说 全世界有四万个宗派 哇 你的头晕 四万个 在四万个里面 在耶稣的眼光里面 其实只有一个 没有这样多 所以你一定要提升 你自己国度观 不是地方性 就是我教会 我自己 他们他们的事 默其教会 不是这样太多 如果是他们 关于他们的事 以夫所教会 拿到这个启示录的时候 就把另外六间教会 把它删掉 对吗 这样就好了 不看其他教会 你看了一次 你又不做什么 知道又怎么样 对不对 所以神是很奇妙的 每一个教会 你要知道 他的教会的问题 然后围他祷告 我们要 他慢 你要叫他走快一点 叫他为什么走快 我们要走在一起 所以接下来 我们进入第四章的时候 所以末期的教会 必须同心同心 迈向同样的方向 彼此扶持 彼此鼓励 彼此相爱 与耶稣一同迈向 末日的属灵征战 先与耶稣在地上一同作网 然后第二就进入荣耀的新天心里面 所以耶稣正在带领我们 你可以 你在美国 你大概注意 如果你追时是注意 在美国未来 我估计三到五年内 你会看到很多很好的基督徒 在工商界里面 有影响力 甚至做头 在政治界里面做头 在宗教界里面 在学校里面 你会看到 你现在美国好像是一个 你等着看 我给你 你注意用三年 我给你三年 你看美国 我告诉你 美国未来三年里面 guarantee你比现在更好 我为什么可以这样讲 我看到圣经讲吗 不是我 讲吗 圣经给我看到 等一下我们看下去 耶稣讲说 刚才我们不是唱那首歌吗 第二首 第五章第九节 要成为国民 成为祭司 在地上 执掌王权 你不是在每一个国家做王 你是在每一个领域里面做王 意思就是说 你的影响力 王就是影响力吗 你是 这个什么CEO 基督徒 哇 你用基督教的那个价值观 影响你的公司 你在学校 你用基督教的价值观 怎么影响 那个学校的学生老师 所以这个是 未来这三到五年内 美国你会看到一个很轻 不但美国 其实全世界都会看到 不过你住在美国 你就注意一下美国 感谢主 那这个圣灵基相的工作 我就不讲太多了 在我的讲义里面有 你也看一下 我要进到这个 今天第四章 我大概等一下讲 十几分钟 我就 等一下我师母会给你们 做一个考试 大概问几个问题 你要注意一下 那问题就懂 我今天讲的第四章出来的 第二第三章 神要记住 神的七灵 所有的这个圣灵 在七间教会工作 做的时候 目的要怎么样 因为他正做 捷径的工作的时候 你来到这个圣洁的 上帝的面前 你不可能 所以为什么圣灵要做这个工作 所以进到第四第五章的时候 你会看到 你进到宝座前的时候 你要肃然起敬的 连那个四个活物 他是最靠近这个宝座的 整个第一个反应 哇 圣洁 他第一个反应 就是神的圣洁 就好像 神的属性很多 对吗 但是圣洁的属性 特别明显 哇 他就 整个 对那个圣洁 神的荣光 圣灾 因为神很多属性 但是一看到那个 他第一个圣灾 圣灾 圣灾 那如果你 天使都把这个 上帝的这个本性 最明显上显出来 都告诉你呢 请问 如果你要来到神面前的话 你敢不敢 无悔进来 你一定不敢嘛 对不对 所以启示录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第三章 教会的洁净 所以我们就要 一直被洁净 每一天都要想 我明天的圣洁 应该比今天 圣洁 我下个月的圣洁 应该比这个月圣洁 我明年的圣洁 应该比这个圣洁 你一定要这样想 你一定要这样祷告 好 那我们就看一下 第四章 第一 到第十一节 我快读出来 等一下 我有一些 我给你讲义里面 其实蛮详细解释了 我就会点出一些重点 给你看 时候我观看 见天上有门开了 我初次听见 好像需要的声音 对我说 你上到这里来 我要将以后 注意啊 我要将以后 必成的事 指示你 我立刻被圣灵感动 今天有一个宝座 安置在天上 又有一位 坐在宝座上 看那座宝座的 好像披药和红宝石 有红 围座宝座 好像绿宝石 宝座的座位 又有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座这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摆衣 头上戴着金冠冕 刚才我们 这个视频给你看 一模一样 你就比他清楚一点 有闪电 有声音 有雷红 从宝座中发出 有七盏火灯 在宝座前点着 这七灯 就是神的七灵 宝座前 好像一个玻璃海 如同水晶 而宝座中 而宝座周围 有四个火雾 前后遍体都 满了眼睛 第一个火雾像狮子 第二个像牛肚 第三个冷面像人 第四个像飞鹰 四火雾各有六个翅膀 体内外都满了眼睛 他们 受业不足说 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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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神是细哉 今哉 又永哉 的全能者 每逢四火雾将荣耀 尊贵 感谢 会给他坐宝坐上 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 那二十四位长老 就附在宝座的面前 敬拜 那活到永永远远的 又把他们的冠冕 放在宝座前说 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荣耀 尊贵全并的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万物是因你旨意 被创造而有的 好 我们就看 这个意象 这个意象讲到 就是给你看这些图 刚才我们看那个视频 都看到了 这里我们看到约翰 因为前面的第一章 他还在地上 他在地上的时候 就看到这个金灯台的意象 他在地上的时候 就看到那个 有关去见教会的情景 需要回改 接下去 他说我被带到天上 所以这里带到天上 接下去 他说 他是可以等 禁忌礼 我想如果你看许多石头里面 我想约翰真的是很蒙福 能够 上帝能够把天堂的那种情景 可以用这个看得见 描述出来的 保罗上去看 他说不能描述出来 所以我们还拿不到什么东西 一按看的时候 就清楚地看到 所以他是禁忌礼 因为没有人看过上帝 但是你看上帝的时候 他不能够看到 上帝是 他说像 他用这个P跟红宝石 这种大家都知道 很荣耀 很尊贵的这种方式 来形容 那个会做宝座的 所以他上去的时候 他看到荣耀 威延 尊贵能力等等 在这个宝座的 我们看到 这个是当时 他能够看到 那个四个活物 这些是能够在 父神面前的这些天使 都是很高级的 在天使界里面 有些天使是属于 我们叫做 第一等的 所谓第一等 不是他们就 他的能力权柄 是大过其他很多天使的 所以他有 那个 就是有大人的天使 有一些是中等的 有一些是一般的都有的 这些能够在 宝座前的人 是属于是 高级的 就好像副总统这样 好像国务卿这样 在总统的旁边这样 不是那些部长 或者一些州长 罢了 所以他能够看到 然后他看到 那个敬拜的条件是什么 然后他终极的目的是什么 这些等一下 我们会一个一个来解释 感谢主 好 那第一个 他说 你上到这里来 他在地上的时候 圣灵感动他 他带到天上 看着这一幕 那他说 这个是主耶稣 告诉他 将来要发生的事情 那约翰 跟这个门徒里面 他有听过 耶稣讲 关于末世的事情 对吗 四福音书里面 特别是三福音书 马太马可路加 第二十四章 马太福音有讲到 这个将来 他当时讲的将来 要发生的事情 比较普遍性的 国要攻打国 民要攻打民 多处不有敌人 这都是在那里起 它是比较 这个概括性的 接下来的是 比较细节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说 这个马太福音 马可福音那里的 关于末世的 是part one 现在是part two 第二部分 更详细 所以这个是 他给他看见的 所以接下去 我想当时的约翰 一定很开心 你可以想象 我第一次有讲过 约翰他的国家 已经不见了 毁掉了 主前70年后的时候 以色列国毁了 圣殿也毁了 那个时候 罗马帝国 整个帝国逼迫 基督徒 所有的使徒们 都死光光的 都死得很惨 都是殉道死很多 他自己也没有 面对殉道 教会怎么样 有使徒都不在了 现在教会 能不能继续下去 他也是在 会想这个问题 对不对 不过耶稣出现的时候 重新典 他已经年纪老迈 90岁了 但在90岁的里面 你看到 他当时神就给他 看到 以后要发生的事情 那看到什么宝座 这个宝座呢 不是几个 看到的是一个 这个宝座呢 是控制整个宇宙的中心 那我这研究过程里面 我发现 宝座这个字出现 在启示录出现 38次 后来我再查 整本圣经里面 特别是新页 53次 38次在这里 你就知道 在这个启示录 就非常看重 这个宝座 所以这个是 整个宇宙的 这个中心来的 神座在那里 控制整个 不但地球 还有很多星球 整个那个 什么系 什么系一大堆 但是在这里 它控制 是主导 特别是对 这个救赎的 这个历史 所以这个宝座 是怎么样的宝座呢 它就讲是 它是坐坐的 坐坐的 通常是表达 全病 稳重 不受环境影响 神是坐宝座的 所以诗篇 29篇诗就讲 洪水泛滥的时候 当时洪水泛滥 整个地球 都受洪水影响 耶和华 坐坐为皇 耶和华 坐坐为皇 好像第一次 盼理听说 它重复 直到什么 永远 所以坐宝座那一位呢 是稳重的 坐宝座的那一位呢 它是什么 是有权柄的 然后它形容 这个坐宝座 好像皮衣跟红宝石 表达它的荣耀 尊贵 还有其他的 这些属性 然后接下去 它就讲到 有红围着宝座 这个红呢 就彩虹 彩虹围绕着宝座 所以你一看过去 它是围绕着的时候呢 它围绕着那个宝座 你一看那个宝座 你从东南西北看 都看得到 因为它围绕 它是整个圈 如果你一些属性 如果你是侧面看 后面看 可能你就看不到前面 但是那个红呢 我就看 我就奇怪 什么要形容 这个红围绕着宝座 那围绕着宝座呢 这里讲说 这个红呢 是代表神的怜悯嘛 因为我们回顾 那个彩虹的历史 对吗 挪亚方舟 彩虹出现嘛 对吗 每一次看到彩虹 就代表神的怜悯 所以我在读的时候 就给我一个很大的感动 圣灵给我很大的感动 他说 你看这个宝座 像一样看宝座 你看到什么 虽然我们刚才讲 那个天使 把神的圣洁 标榜出来 但是你事迹 要去行动的话 你要彰显 神什么属性 你看到神是谁 你要效法神 祂是圣洁 我们要圣洁 祂是有怜悯的 我们要怜悯 所以这个绿宝石的时候 我每一次 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就给我一种 原来神的心肠 我们不管从哪一个角度看 都看到祂是 这么的怜悯的一位 这个就很刺激我 因为我每一次 读这些经文的时候 很触动我去服侍流浪汉 因为上帝说 我要你去找他们 我要怜悯他们 但是我要接受你去找 所以这段这节经文 是很触动我 去做流浪汉的工作的 给我很大的动力 因为我说 我是属于神的人 我要效法神 旁边你看到这些 有需要的你不去 我就是常常 被这一节经文 去触动去做 所以感谢主 还有什么呢 你接下来就会看到 好多的形容 在宝座前 不是单单宝座罢了 还有24位长老 这些是教会领袖 长老就是教会领袖 在未来 上帝要带领整个世界 进到这个 我们说末期征战的时候 有24位世界级的领袖 会成为主导 然后你叫世界级领袖 那个区域性领袖 国家性领袖 地方性领袖都有 所以我就一直祷告 这几年 特别是两三年的时候 我就祷告 谁是那24位长老 我问上帝 谁 你告诉我 因为我要顺服 因为他们是世界级的 他们世界级 他们就看得很清楚 上帝在整个世界 要怎么样 因为我们现在是 跟魔鬼打仗 你知道吗 魔鬼背后 有千千万万的 在堕落天使 跟着他的 你知道吗 如果你是用你的教会 跟魔鬼打仗 你确定输 明白吗 我们现在是 是一个国度 跟对一个国度 你知道吗 不是一个教会 对一个国度 你不能的 你地方性教育 不能跟一个国度打的 你已经一个国度 所以为什么 我们要跟着耶稣 耶稣是我们的 这个领头 所以你看到 他站在七个金人坛 站在所有的教育中间 所有的教会 看着他 然后他已经 把他的话 启示下来了 将来末后 这些 final这些策略 全部写在启示录 耶稣两千人就写了 他说 这个策略 怎么样打赢 这个二者呢 根据启示录的启示 所以这是四位长老 不容易 这实际上 条件是什么 第一 他要圣洁 第二 他要这个冠冕 那我自己在一直打 研究这个冠冕的时候 后来神给我的感动 读的时候 他说这个冠冕 其实就是一个 不诸祷告的牧者 第二 他要圣洁 第三是什么呢 他要对整个旧文历史 从头到尾通 因为在第十一节的时候 他讲着我们的主 我们的神 你是配得一切 送赞尊贵 因为你创造了万物 万物是因你的旨意 而被造有的 因你的旨意 所以这个长老是明白 神的救赎旨意 从创立世界以前 到创立 在不久的未来里面 看到吗 所以 所以这样 你这样的话 我就用这些原则 就看 美国到底是哪一个 我大概 现在我至少看到有一个 可以符合这个的 至少 暂时不讲 大概我不能 100% 我在 在亚洲 在欧洲 在中国 在马来西亚 我要去 我就求神 这两三人给我 给我怎样对号入座 这是二十四位 成为世界级的 他是要 就是在耶稣最旁边 像是耶稣的 二十四个门徒这样 就最后跟着走 然后其他也跟着一起走 这二十四个 那我一直 我就也祷告 你说 廖牧师你想不想其中一个 我当然想 我已经祷告几年 我已经祷告几年 我说 主我要成为其中一个 我很想 自己面其中一个 那你说 是不是 这个 我就知道 我暂时 卖罐子 不讲 我就是一直祷告 我说 主你给我这个位置 我要成为一个 其中一个 我要坐在那一边 好 那 接下来 我看时间 我讲了差不多一个小时 很快 一下子 我的师母可以上来吧 给我们有大概三两分钟 刚才我答应大家了 虽然 讲了几节 我希望下个礼拜就把他讲完 到第五章 我给你的讲义里面 让你们可以至少 当然这答案 不是你答对了 你就是比人数龄更高 不是只是在过程中间 给你们 就是 看你们有没有专心 那今天的礼物 虽然这些礼物不是很贵重 但是是 就是我们是用心去准备的 就是 廖牧师他为这个复兴祷告 为美国的那个 亚瑟伯里的复兴祷告 后来复兴 复兴就开始嘛 2月8号的时候 所以我们是有把一些的图片 把它印出来 其实是很感动的 有一个画家 还画了一个很美的图画 关于复兴的 然后 后面是一个见证 就是 我们在那边两年多 怎样 廖牧师怎样为这个复兴祷告 然后后来复兴 发生的时候 那个奇妙的事情 OK 我也是有七个问题 第一个呢 第一 第二其实是复习 就是第一次呢 就是背圣经 启示录一章三节嘛 不知道谁呢 还记得那个经节怎样背的 你站起来可以背出来 启示录一章三节第一次 因为你背了的话 现在应该是记得的 OK 那这样我提示一点点 念这书 如果你可以背得到 这大概80%背得到 我都已经可以接受了 谁背得到你就举手 念这书上 你不是 你们不是背了吗 OK OK 不用害羞 不用害羞 你牧师 可以 他做榜样啊 太好了 念这书上预言 那些听见又遵守的是有福的 因为日期尽了 哇 谢谢 你们的牧师真的是做好榜样啊 OK 请一个弟兄 第一次你帮我分一些 要注意一些 好吗 第一次谁举手 回答得到的时候就给他一分 啊 对不起 不好意思 OK 第二哈 就是上次那个经文 三章二十节 启示录三章二十节 谁会背的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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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做榜样啊 看啊 我站在门外扣门 如果听见 哦 有人举手 OK 我不用做榜样了 OK 好 嗯 我就进到他里面啊 他 一同 作词 哎 很好了 哇 是 感谢主 OK 第三是 启示录的作者是谁写的 OK 他最快 约翰 对 谁要举手啊 哦 你的举手 但是我看到 你自己拿一份 啊 然后 啊 OK 好的 还有一题就是 约翰 他写这个书 是给七个教会 啊 啊 所以 当那个教会 受到那个信的时候 除了他自己的教会的问题 他还知道另外六间教会的问题 为什么 为什么 每一个教会要知道其他教会的事情 为了什么 讲着你举手啦 举手举手 OK 好 为他咱们祷告 对啦 你看 啊 小朋友都真棒啊 好 嗯 那个 启示录那边呢 就讲关于宝座 就上帝的宝座 有53次 那 整本圣经有53次 关于 这个 信约 53次 关于神的宝座 在启示里面 就有多少次啊 OK 你 38 对了 哇 很好 所以表示 启示录 记载很多关于神的宝座 好 这题也关于宝座 神 坐在宝座上 是代表什么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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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的 另外的 OK 好 再多一点点 他坐在那边 哇 坐着 坐在那边 全位 对啦 对啦 好 OK 在宝座那边呢 有绿宝石 神的宝座那边有绿宝石 绿宝石代表什么 代表神的 神的什么属性 就是他是怎样的一位神 他的形象是吗 他的形象再多一点点 代表他是怎样的一个神 联名 对对对 联名 好 他讲属性也是对 也是对 两个都有 没有了 什么 你一个 你一个 等一下我再给你 OK 我想差不多了 好 谢谢 好 这些 虽然是 讲过的答案 就是给你一些提醒 感谢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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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 第四章这些事情 是会发生的 那个发生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要看 什么是我们可以对号入座 什么是不可以 你不能够说 我也坐在那个宝座上 但不能 因为那个宝座是上帝做的 那二十四个长老 就是我们 长老在圣经里面 就是领袖来的 教会的领袖来的 一定是的 因为他是长老 长老是教会的领袖 所以二十四位 他是白衣表达 这个圣洁的侍奉 然后这个冠冕 是一个我的解读里面 是跟祷告有直接的关系的 这个就是 这个祷告的冠冕 这个蒙大恩 特别是如果你读旧约的 那个丹以礼的时候 天使来到他面前说 蒙大恩的人 那个蒙大恩 因为丹以礼是一个 祷告的人来的 还有另外呢 祷告什么呢 你一定会祷告神的旨意 对不对 那神的旨意 要把一个教会 变成一个荣耀的教会 以赴所述有五个祷告文 五个祷告文 这个下个礼拜呢 林牧师有邀请我回来 主日崇拜讲道 我第一堂的 我可能会帮助你教导 你怎样 按照神的心意祷告 然后第二堂 如果你要继续留下来 我不晓得那个空间怎么样 第二堂呢 我就会讲这个 我会浓缩的 我其实这个有八个小时的 讲的 但是我用大概四十五分钟 五十分钟 我用精准的 看看能不能 因为要精准讲 有时候不容易 我就要把那个祷告内容 这个五个祷告内容 我已经背起来了 在我脑袋里面 所以我就每一天 我就为全市的教会 我就开始想哪个地方 教会教会 我就开始应用这些经文 我就师弟对号入座 因为神告诉我 这是荣耀教会 是经过祷告才能够荣耀 不是只是教导罢了 教导是第一个层次 所以很重要 所以这个长老 二十四位长老 所以二十四位长老 跟看不见的四位活物正在 所以我每一次 我在祷告的时候 我都会讲天使 因为我知道我看不到天使 我是很想 我祷告跟神主讲 你可以不要给我看到其中一个 我要看到天使 我到现在也没有看过天使 我跟主讲 好不好 给我看到其中一个 不要四个 我只要一个就够了 如果看到我就跟你讲 我现在就没有看到 我希望 但是我没有看到 没关系 我还知道它存在的 就像上帝不存 我看不到上帝 眼睛看不到 对不对 天使我也看不到 但是我相信它存在 感谢主 好 接下去呢 有闪电 声音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所以这个是预言 他说 这个是什么意思 圣经里面 就考你的圣经指示 圣经里面 有哪一段经文 曾经讲过 有闪电 有声音 有雷轰 有雷轰 对了 上帝亲自 灵格 在他们中 当他们 他们在乡下的 以色列 都震撼 他都感受到 神的威严 他们都不敢碰 他说 摩西 我们不敢 他们就很远 所以意思就是 这个是什么 就是神灵格 这个就是复兴了 有神在他们中间出现 所以这个事情会发生吗 因为这是说 有闪电 有声音 有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但是这个呢 还没有发生吗 对吗 所以这个就给我们看到 这个就叫复兴 然后他说复兴 怎么会发生呢 等一下接下去看的时候 受业敬拜 所以为什么 亚史玻璃大学呢 为什么敬拜 16天 24小时 差不多整400个小时 没有停过 所以你要 如果你在这里 你特别有祷告 敬拜 他不是在 讲台 你如果注意这第四章 的复兴的条件 他是在敬拜里面发生的 他不是在讲道里面发生 他不是在教导 不是像这样子发生的 他一定在敬拜 祷告里面发生的 这个一定是发生 在敬拜祷告里面 发生复兴的 而且 那个发生复兴的 那个 你怎么知道呢 他有这个 一直不断 不会停的 所以你们的祷告会 你们要有一个空间 就是我喜欢教会 祷告会 你不要有 时间上 你不要说从八点到十点 不要 你说八点 祷告开始 什么时候结束 我不知道 我希望那一天是不要结束 你一定要这样 预备 所以我们去一些地方 他们就放 八点聚会开始 因为他们有告诉你 十点 因为你讲十点的话 你不聚会 你会讲 为什么你的聚会 十点不停 对吗 我哪里有 几点停 我说八点开始 我没有告诉你 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如果那些想要走就走 那些不想走 因为通常有一些人 他到了十点 十一点 十二点 他会觉得还不够 通常我们有一次 从八点多开始 到十二点 所以那个牧者 都有一点不好意思 他请我去 带领他祷告 他觉得 哎呀 我们两个人在那边 因为我想他们可能要 go on 他觉得 不叫停 我也不走 因为他们不走 我也不想走 明白我的意思 都已经十一点 都要十二点了 十七月都还没有停 所以你会等一下 看下去的时候 你会看到神给我们 这第四章 就是给我们 那个内容 告诉我们 如果你要经历复兴的话 你要看到群体 你要看到 这二十四长老会 昼夜不足的敬拜 所以你看到没有 所以这个 所以那个 接下来讲 有七盏的火灯 然后他说 这灯就是七灵 所以在宝座前 有圣灵 已经准备好了 准备 这个复兴的工作 你有看到 然后接下来 他有形容在这个宝座的情况 他有讲到 这个四个活物 这四个活物 他们昼夜称颂圣洁全能者 圣灾圣灾圣灾就圣洁 主神是细在 今在以后永在 就是这位上帝的属性 祂是永恒的本性 细在 今在以后永在 得全能者 看到吗 全能者是什么 就是祂的 全能本性 所以这四个天使 代表的能力 服侍 智慧跟速度 他们在那里服侍 接下来 你看到做宝座的这一位 祂是什么 祂是圣洁 就告诉我们 我们来到神面前的 基本条件 是我们的圣洁圣灵 我们要提醒 不断去要洁净自己 第二 当你知道 你敬拜的对象是全能的 这对你的就产生 你不要敬拜一个 是半能的 或者90% 祂的全能 就成为你 倾靠祂的信心来的 然后祂是永恒者 就成为你 渴望 因为我们灵里面 有这种永恒的渴望 是敬拜者的渴望 所以祂的永恒 当你经历复兴 你知道什么要经历复兴 你就不看时间 经历复兴的人 时间对他来说 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他喜欢 站在我21天里面 我们在那边 每人进去的时候 这不想出来的 十个小时 好像是刚过一个小时 真的 那个你就 哇 十个小时了 你 这么快啊 这个就是 所以以后我们 真的进到那种 完全复兴的时候 已经就是进到Eternity 因为你没有时间观念了的 当你还有时间观念的时候 你没有复兴的 没有复兴的 就是 你就很在意时间 复兴跟神同在 那个时间 因为神是永恒 他不会断的 所以你跟他连接上去 你也不会断的 最后你就要看下去 是活物跟24个长老 基本敬拜的 他们的荣耀尊贵感谢 荣耀尊贵权柄 然后24位长老 在那里服务敬拜 这里看到他们的态度 他们整个 然后接下去最后的时候 这些我给你讲一推 你可以慢慢看 最后的奖励 你会看到呢 你会看到最后的就是 他知道 这一个 长老他知道 神永恒的旨意 所以 我就一直祷告 主啊 求你自己显明给我看 知道 你已经告诉我 启示录是导航 你已经告诉我 第一章已经应验 现在我们进入 两三年的疫情里面 也看到教会 预备心 现在教会 如果在疫情来 大家也预备好了 就我鼓励大家 疫情来的时候 还是会这样聚会 化整为零 人数不要太多 几个人在一个小组里面 然后马上连线起来 有一个中心 一个中心的一个敬拜里面的 敬拜大家都一起看 这边唱 那边也唱 你一个人在家 你不会唱 为什么 你小组 十个人的话 他们唱 你也唱啊 所以这个就是 未来疫情发生的时候的模式 所以教会呢 没有事情 大家可以回来 有事情就分散 化整为零 所以你一定有一个牧养 就是有没有疫情 我都可以面对 牧养的模式 管它疫不疫情 那个教会造行 这个就是你要给自己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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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要准备的 感谢主 好 我们就点到这里 我们这个结束祷告 感谢赞美主 荣耀归给主 谢谢主 主啊 今天透过刚才找 开始看的视频 我们看那个视频 真的给我们看到 遗憾带到天上的时候 看到那位坐宝座的 好像辟月跟红宝石 有红围着宝座 好像绿宝石 在宝座的座围 有四十二十四个座位 其上座着二十四位长老 身穿白衣头上 带着金冠面 我们也看到 在宝座前 有神的闪电声音 雷轰 从宝座中发出 在宝座前 有气场的火灯 在那里点着 就是上帝的情 要被拆解出去 要成就这个复兴 我们看到宝座前 有玻璃 看到宝座有四个火物 宝座的四个火物 在那里 一起的 夫妇的敬拜 周围的敬拜 我们看见 二十四长老也同样的 当他们知道 这个敬拜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 这长老 全世界各地 要带动教会 进入这第五章 我们看到 这个第五章 就是一个死无前例 世界级的大复兴 主啊 我们愿你的灵着 在我们中间来做工作 帮助我们每一位 我们在这里的 虽然我们很多时候 觉得我们程度不够 但我们靠着圣灵的 这个帮助 而启示 而亮光 我们能够去明白 感谢主 感谢主 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的学习 愿你的名德荣耀 我们的生命得到建立 奉主耶稣基督 至高的生命祷告 Amen Amen